那我們剛剛有提到,FocusSky的話基本上你要打中文是比較麻煩的 可是這個軟體因為它是單機版,所以你電腦裡面有什麼字體,你就用什麼字體 順便問一下老師,如果你在PowerPoint裡面,請問你在PowerPoint裡面 如果你用的只有你電腦有的字體拿到別人家播放,會有什麼結果? 就打回原型而已嘛,對不對?所以平常老師會不會在簡報裡面放比較特殊的字型? 大部分都不會,但是PowerPoint可不可以放特殊字型?可以啊,它不是一個叫做什麼? 隨身簡報,以前叫隨身簡報,後來叫燒錄CD吧 它可以幫你把你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比較大的字體,就直接包起來,變成一個打包檔 這樣你可以拿到別的地方去用,那FocusSky不用這樣,但是呢 它第一次用的時候會有一個這個loading的動作 那為了測試一下,所以老師你可以試看看,比如說我們這邊,這裡有字對不對? 這裡有先請他放開,你先打看看,點兩下就好了,點兩下就好了 有沒有就進來了,你可以打打中文看看,打得出來嗎? 應該沒有人理你吧? 你打看看啊,你打中文,有沒有發現它不理你?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看一下右手邊齁 右手邊,你有沒有發現它預設的並不是中文?對不對? 所以你來這邊選,那因為是你自己的電腦,所以你的裡面有什麼字體這邊都看得到 但是老師應該有注意到,有沒有發現,有的字體前面,絕大多字體前面都是問號 只有幾個是打勾的,打勾的就表示你現在可以使用的 那問號的可不可以用?也可以用,只是它不曾被用過 那我可能要捲到最下面才會看到那個中文的 中文的字體可能要捲到比較下面才會看到 好,我用大家的,有看到了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那假設我用微軟正黑,我就按一下 那麼第一次的時候呢,它會有一個這個載入的動作 所以那跟你講說,因為中文字體比較大,你要請你下課喝個咖啡,有沒有 理論上來講,我們這個電腦其實還蠻快的,所以應該這個loading的速度不會太久 好,所以你就稍微稍等一下,這樣子你就可以讓那個字體才會這樣 那麼下次你要繼續使用這個字體的時候,就不需要這個動作了 它就會直接可以用,這樣你了解了 好,就是中文的,好,你看一下這個正黑體 有沒有發現它前面已經有個打勾了 這樣表示你現在在裡面用的就沒問題囉 這樣OK嗎?對不對? 對,那另外一個跟字體有關係的是 以往,老師我們在PowerPoint或Office系列 預設字的大小都是多大? 你點進去預設都是那個大小嗎? 12啊 12啊 簡報也許會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是一般那個,這樣握的,是不是都是12的大小? 請問單位是什麼? 蛤? 我當然不能考你大小啊,大小我也都知道啊 但是單位是什麼啊? 單位比較重要好嗎? 蛤?您哪個單位的? 哈哈哈 請問 Office裡面我們用的那個文字的大小,單位是哪一個? 這個 您不跟官七塊 齁 點 幾點 這個 那個是這個 點 蛤? PT啊 對 對 PT 嘿,PT 那我們一般電腦上那個叫像素嘛 Pixel PS嘛 對不對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單位 可是我們的Focus Sky這邊呢 不好意思齁 文字 只有 這樣而已 要嘛 大一點 要嘛 小一點 這樣了解我 你知道為什麼? 請問文字是不是向量的? 對不對 文字是向量 啊,不好意思 我把 教編拿出來 哈哈哈 文字是向量的 所以說 你要變大要變小 有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啊 我只要大一點小一點 因為我滾輪滾進去 滑鼠滾輪往前 有沒有就自動變大了 所以在這邊 就不會用我們 那種幾點的 因為對他來講 這樣就沒有意義 嘿 這樣了解 齁 好 OK齁 這個是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就是那個 字體的部分要留意 那至於下面這些 應該就不用我來講齁 這個大家應該就都還OK 當然他也有這個陰影的效果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把它勾起來 好 這樣中文字的部分 有沒有比較知道要怎麼處理的 當然還是一個原則啦 簡報裡面通常我們 特殊字型 大部分不會用超過兩個以上 因為太多 檔案還是相對會比較大 相對會比較大 這個是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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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